执迷不务做好一个行业 到底有没有错 今天就这个话题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坚持做两年TikTok的一些感想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 一定对于那些想做TikTok的小伙伴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仔细听好 我做TikTok 刚开始之前也是做跨境电商的 给加拿大做品牌化妆品 带运营 当然是做的是海外的一些市场 后来就是经过一个圈子的洗礼 就是朋友都在做这个 看海外抖音 其实前年都已经知道这个 但是没有全重心去布局这件事情 从去年年初就开始大力做这个东西 最多的时候有200多台机器 然后再加上一些所谓的黑科技 那个号就多了 但是刚开始想法是比较简单的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刚开始的一些创业公司的一些思路 就是简简单单以为 把国内抖音很多的一些玩法 直接搞到国外 认为很简单 直接进行处理剪辑就OK了 但是有一点是做到了 只是流量上去了 但是变现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虽然我有很多台机器 但是变过去之后 它大概率爆账号都是 你是想不到的 想形成一种模式是很难的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礼 当时在某些品上 比如说鞋子 在这上面我进行一个模板的策划 实验也进行了将近两个月 人力成本 时间成本 整个运营成本 可以可想而知 去年的整体策略是 我认为直接拿现成的直接搞过来 OK没问题 我不决 几时台搞这个类目 几时台搞另一个类目 然后大几时台再搞其他的 但是搞到最后会发现 没有一个是精的 没有一个很 很善长的点 是自己能把握的 比如说网络 最起初的网络 我们是找很多人去测试去搞 我毕竟要签认到环境测试 认为多一些渠道是比较好的 然后在这上面浪费了很长时间 也损失了很多号 以及手机 因为测试多了 它手机如果你不进行更改的话 它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所以说这个OK就直接pass掉 就有可能要换新手机 紧接着 就是你 认为别人有些时候出的是不错的 那我拿过来直接用 但用的时候 从另一个环境夸到我这个环境 那这个东西又测试了一个多元 结果也是 是该旅行事件 没有大家想到那么简单 就环境这块也是 从都折腾了很长时间 到今年 把很多环境的东西看的是比较拖 因为后来我一些基础的东西 我也去请教了很多这个大神 去进行了一些学习 然后这些底层的东西大概动了 然后我才去做深层子的一些剖析 然后去年还认为就是直接很多厂家 因为我们做得很早 我们当时做的是去 你去网上去搜的话 做的人都很少 能去给人家做代运营的都很少 当然我们就是很多厂家聊的时候 给他们去做 我们这有很多假发的模式 但是我们当时搞的时候 不管是标销什么的都不是很精准 但我们已经尝试了 也拿过它 厂家直接把这个产品发过来 我们就直接去做 但做完之后发现 很多人不买账 他不买这个账 今年的话 做假发是非常可以的 因为很多人是直接请老黑 去做直播的 今年是算TK的直播年 如果说你仅想通过 带货去做视频的话 它可能会很快达到一个瓶颈 但是如果你直播的话 它是负增长 虽然TikTok它的变化很快 但是很多东西是 你在直播的过程中 你是能够把握住的 当然很多直播的细节 今天我不给大家细聊 那个东西聊起来也太多 今天主要就讲一下 我为什么要执迷不务去做这个东西 以及给大家建议你 做到哪个时候执迷不务 你才能 才能 才能到一定的价值 以及利润点 特别是针对小白的 因为我讲的很多东西是小白看的 当然你们有些大企业 企业 有这个资金实力雄的 可能资源圈多的 你们听着就行 可以就直接滑走 但是我真的更多是小白 小团体去做的话 能把你的运营成本降为到最低 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些意思 去年分批去做不同的内幕 搞到最后 我们最多时候跟宿卖通这些 很多人他们有些人都50上百 个店铺都直接找我们去谈合作的 刚开始走了大概约束走了一星期 一个月 然后后期就没有再合作了 因为太不稳定了 太不稳定了 尝试了很多很多就是想快速成长的一些方案 但结果全都是被我到年纪就直接全部pass掉了 以至于到今年年初我才去改变一些策略 就是彻底去了解一下底层的东西 因为大家很多人很关注的 包括现在很多人就会去回想一些东西 就是谷歌手机为什么连不上不往 这个大家可能在去看的时候发现都是我讲的 因为这个东西前期我做了好久好久 才才悟出的这些东西 这是实战的东西 是拿时间砸出来的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刚开始去接触东西 我问他们去做什么 他们就玩TK 但这个东西我已经没有拿这个谷歌手机去做这个直播这块 因为不太适合 它是个玩很多很多那种 大家理解的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我执迷不顾的点就是 从今年年初我都认为 我给厂家现在去做这个代运营 我认为一个点就是 当它变化非常快的时候 并且你没有任何资源的时候 你也不是做这个传统外贸的 你也不是做要么快换电商的 那你就老老实实在上面找一个点 这个点有很多很多种 在今天我可以大家就聊一下 细致的说一下 比如网络 做TK它有个比较尴尬的地方 就是一通全通 如果说你网络你在注册 你认为你会注册了 但是到注册的时候 你网不通 你就进行不下去 你弄完之后 你发现你独立战不会 你也玩不了 所以说它有时候不像很多体系类的东西 直接一进到到底 这个更多就是综合能力需要强一点 很多人全前期就觉得麻烦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都是同时起步的东西 你必须要选底层网络 这个东西我今年包括到现在每年我都搞 从去年到现在我测试的 没有200个服务商也差不多有156吧 具体没有测过 飞机上更不用说 那多的我自己都保存了很多 我自己回过头看我都忘 但是我只知道每个月都要花个千把块钱去各种测试 所以说到目前我对网络虽然我不是写代码的 但是我对网络的理解诚意要深于很多很多 甚至说它这种专业人士 当然那种基础大神让人咱们不提 但是很多就是它能写一些基础代码的 它不一定有我的实战经验 我给大家东西都是我拿时间以及金钱去砸出来的 所以这一点我是到目前为止是认为最值得的 比如说其他的东西有什么感触吗 我说实话没有太多感受 但唯独这个底层网络起步开发这块的话 我了解的太多 因为天天在聊天天聊 所以说这种价值互换信息共享的时代 这块是有可谈的东西太多 因为起步不好 其他白扯 比如说有些我玩不了 我做不了的 我可能就会有很多现实的资源就现成拿去用 至于说后期我怎么去做哪方面的变现分类了 至于我是很通透 最起码第一层我不会去想它 那多累 真的是 很多人就卡到这个点上 卡得死死的 还有在咱们接下来说其他一个你可以执迷不误的点 邮箱 用什么样的邮箱 好 谷歌 outlook 精妙 自己的域名 到底用哪个好 你如果没有测试多你还不一样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之前 之前点什么什么都好说 但现在点看不会更好 这是我给大家经验 这就是我我现实走过来 去年因为最多是游乐更新七八版本 提套个 只有你去测试的时候才能给这种这种比较接地气的信息差 有限 还有一些这个环境 环境深层的一些卡嘛 对吧 这个咱们就听的人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就行 直播为什么不进人 然后怎么申请直播 OBS直播还是什么样的直播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选品 选品这块我 今年在四月份的时候 因为我们作弊一段水 在这块我的 这个是我的劣势 但是我接触就是通过 我 我执迷 在这我给大家说 我执迷不悟的点 就是这个低层 低层网络 这个我透彻 所有人我都能 聊到一起 因为这个东西是起步 即使你记住一点 即使你再牛的人 他这个网络到 用到某一点的时候 绝对绝对需要更换 没有长久的东西 你更不要说 你花了多少多少 除非你 你真的 达到一种层次 那个时候那个代价 那可能你不一定是干 不一定会去做Ttalk 这是我想表达的 懂多人 他自然会懂我说的意思 很多 就是今年接触这个选品 那个大哥 我说的 人家做选品 最高售一天能达到 10刀 10W刀 为什么 因为人家本身就是选品经理 在某企业 上市企业 做这种选品 做了6年 全品经理 然后后来自己做 因为一些事情自己做 所以聊到最后发现 但是我后来问一下 他那个经验 他说有些东西能你说 有些东西不能说 为什么 我只是在某个领域 某个领域 他讲的比较通俗 比如说电子 比如说 然后宠物 比如说白货 他说我只是在某个领域非常非常精通 我这些年只在这个领域去做东西 这就表明一个东西 他一直 我让我的理解就是说 我说你这个执迷不误点 跟我点性格是比较像的 我执迷不误的虽然不会写代码 但是我执迷的是网络 但他执迷不误就是选品 选同一类的东西 这点就是可追寻的东西 如果说你一年只针对 比如说宠物里边的东西 我相信 这个你达到的层次 不光是国外 可能国内 你在这宠物领域这一个 这一个频率 选的就是比较扭气的 以至于就是将来 你可能去做跨界的时候 国内外你可能都通知 所以说这块的话 我跟他共鸣点 就是今年我误出来的东西 就是我们都会去执迷不误一个点 等等等等 还有其他一些游戏引流等等 这块就看 小白或者你们小团队 去想做哪个点 不要认为就是 我去年犯的大错 就是我通杀通吃 这个真的是 没有一点实力 真的是不要去随便测试 更何况变化这么快 每个月都要变化 每个月都在洗牌 所以说TikTok这块 你一定要执迷不过去做一个点 这个点 不管是在这个整个链条 大闭环里边 踢到将来发展的一个程度 这个是你不可缺少的 不可缺少的 以及你能谈论的资本 你能给大家带来的价值 这个社会就是 你能给大家传递的东西 才是有用的东西 不需要你很强 但是只需要你在一个点很强 其他点你都懂就OK了 虽然需要全能人才 但是如果你这个点 没有符合大家的价值体系 用不上用场 用不上的话 大家你可能都要又像 被割韭菜一样 直接全部 全部去学 这个时候你 你自己可能学了学 你都迷茫了 因为我是用了一年的经验 来换来的就是执迷不误 目前来说 大家可能看到我这个粉丝比较少 但是很精准 后期我会给大家说说 我从国外到国内 做这个SU什么体现的 这是无意间去做 但是这个SU在还没有提出来的时候 我无意间 尝到了一些甜头 这块到下期话给大家说一下 谢谢